新约的二百八十三页 新约二百八十三页 科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平罗泰 写信给科罗西的圣族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会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念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族的爱心 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 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就知道神恩会的人自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 依从做福人的依巴福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论事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无助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无形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去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些善事上接果子 渐渐地多知道神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历史加厉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人 来宽容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他救了我们 脱离黑暗的城市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锅里 我们在爱子里 得能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下面有请师班